光复乡公所为了要庆祝双十国庆 从10月5号开始就办理了一系列的活动 先是举办马太安公园到吉利潭的践行活动 10月10号这天举办平马采接活动 以健康又充满圆明元素的活动来迎接双十国庆的到来 手挥舞着小国旗也有大小朋友手拿灯笼 还搭配非洲谷沿路走在光复大街上 仿佛回到五六十年代的国庆游行 这是光复乡公所办理的采接迎双十国庆 光复乡公所为了要庆祝双十国庆 从10月5号开始就办理一系列的活动 先是举办马太安公园到吉利潭的践行活动 10月10号这天举办平马采接活动 以健康又充满圆明元素的活动迎接双十国庆到来 别具意义 您清水表示双十国庆是国家重要庆典普天同庆 光复乡在这重大节日中以光复人的心情等方式来庆祝国家的生日 以族群融合创造自由民主的社会价值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光复乡采访报道